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听 这里有我在新西兰的以德台阳 和社长 雷文王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就是盧文端 他出来说的 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因为今早差不多是下午的时候 他说 支持建制的人要考虑投对家 他比我们更进取 他的呼吁比我们更进取 其实我们 就这样叫那些黄友去投票 投回他们的支持者 已经被人说我们是 反中乱港人士 说我们是黑暴的 是啊 我叫他们去投票 其实 这个是跟着中央的要求去做的 我们只不过是 很简单 我们不是收了中央的单 我只不过叫中央说这一件事 其实很简单 大家就知道一件事 就是 现在你的选举的结果 不能太难看 投票率 不能太低 尤其是直选部分的投票率 不能太低 因为太低的话 某程度上 就会被人口实 对 没错 这个努民端 其实就是全国僑联的 副主席 他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 他就说 建制派是全胜即输 变相跌入敌对势力 所设计的选举陷阱 那便好了 建制派传取 或者接近传取 90席 是清一色的结果 这个显然不符合 新选制的本意 亦有为中央的要求 其实我们说了一件事 就是希望那些黄友 其实我们的节目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那些黄友希望他们去投票 还有 还有一件事 就是你支持建制的话 你最好就倒在一个候选人那里 就不要分票 是 倒在一个人那里 其实整件事是公道一点的 当然 有些区分我们有一些建议 也有一些评论 说我们是黑暴 就是反中乱港 其实这些帽子这样扣下来 我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是不能够接受的 因为你要看全国僑联副主席 盧文端他说什么 其实他说的话 就比我们更加进取 其实是 绝对 他的文章也有说 就是说西方反华势力 就使出各种手段干预这个选举 只在令非建制派支持者不投票 当时如果是这样的 建制派就赢了 非建制派就全军尽默 就可以抹黑和否定 这个新的选举制度 其实 盧文端他说 有些建制派的人 太贪心了 想取得全部的席位 他本人更加呼吁 即使是建制派的支持者 也可以考虑支持 非建制派的候选人 哦 那就好了 不用怕 可以说是 不用怕丑 我都明白 有不少网友向我反映 就是 我们当区建制派的代表 哎呀 真是投楼 哎呀 怎么办 都是烂橙 我又不想投泛民 好了 今次 有盧文端开金口 大家可以不用怕丑 不用怕尴尬 都可以考虑一下 投票给非建制 是不是 有些人的反应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读一读 有些人的反应 这样的呼吁 是不是做马 有违选举条例 同呼吁投白票同罪 应语谴责 不是吧 一个 一个心水而已 我们只能够说他 盧文端说出 投票的心水而已 是不是 每个人都有他的心水 是不是 我支持他 我支持A 我支持B 这个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绝对是 但是很有趣的 那些人 又看了是一个 凌和游戏 觉得选举 现在是凌和游戏 你看整个大局 你就知道 根本现在 立法会 不是建制派全贏 就等于贏 这是很明显的事 不是 不是 不可以这样的 有人留言说 就是买购卵同事买购卵 真的会有人这样做 真的会有人买购卵 买购卵 两个都一起买 是一定会有人这样做的 我告诉你 事实上是会有的 只不过 会不会不幸 左边右边右边 两边打一巴 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是 好了 盧文端就说 你买股票 非要配搭一只 赔钱的股票妈 那样 问题就 跟赔不赔钱 是没有关系 现在最重要的是 大局 你要有一个大局官 其实盧文端说话 从来都是 很有大局官的 根据他的说法去做 一定会被那些黄蓝的极端人 乱叉咬 但是整体来说 我的看法就是 他说话就是老成谋国的 就是为国家出力的 盧文端也说 清一色的选举结果 只是反华势力所判见的 严重性在于 他们会以此抹黑新选举制度 便相落入他们的陷阱 意味着他们成功破坏了新的选举制度 强调建制派全胜并不是赢 而是输 我们其实都有说这些东西 好了 现在幸好盧文端 就出来 基本上是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说的 就被人骂到七彩 基本上是 欢迎吧 我们的说话 始终都 不要紧 他有解释的 盧文端 看看盧文端怎么说 新选举制度 是为非建制派 预留了空间和议席 事实上是 如果非建制派 但是他全部人出来 他一定是拿硬十值 我和你说 是一定拿到十值 是一定有的 而且还保留了部分 泛民佔休的功能组别 个人票安排 即是他个人票的地方 他谷进来做 又是可以 赢到的 还有一件事 但是地区直选 商议席单票 就是变相 令非建制派 能够佔据直选 半壁江山 我就是这么说 我就是说 他一定赢到十值 之前我也是这么说 取得直选 二十个议席里面的十值 是一定可以的 我们是说了给你听 其实是 那些黄友是很傻 很傻疑的 那些 走了去海外 其实基本上 已经没有机会回香港的人 叫你不要去投票 他不能吃这碗政治饭 他当然跟你说 不要投票 不要抑了人 抑了人 你看那个许智峰 就是其中一个表彪者 他是第一个跳出来 叫人不要去投票 你这个人 你这个许智峰 他当年在议会 赚了多少钱 做过多少傻事 好了 自己畏罪潜逃 离开了香港 成为这个通缉犯 现在呢 还在网上不停发表这些说话 叫人不要去投票 喂 你这个人是不是这么赤格 你这个人 你应该快退回香港 投案的 但不是 他现在留在澳洲 这么赤格的人 你还说他这个人还是为香港 他都走了 去了澳洲 说什么呢 这个人渣 真的 盧文端的看法要说一说 他说他相信 中央就不是想见到 建制派全胜的 爱国者治港 就不是搞清一色 我是很同意他这个说法 其实我们一早看到 其实根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中央是不会搞清一色的 但是结果就是 很容易会变成清一色 是高概率的 是的 而且是高风险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香港人已经不太喜欢投票了 就是 选举投票 其实 很多人不想理这些东西 结果 为什么那些人都要投票呢 你自己想想 就是因为 觉得是应该发声的 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 如果那个投票率整体来说 太低 其实整件事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很大件事的 我们当然长期都是这样说 如果听我们的节目 有些人说我们是假男真王 你如果真的用心去听的话 你不会有这个结论 我们说的东西 基本上 九成的时间 都是跟中央说的东西一致 一致 九成的时间 我不敢说百分百 这次我们的看法 其实跟盧文端也是一样 是啊 盧文端还是说得老骨一点 进取更多 是啊 是啊 他说得进取很多 我们只是叫一些皇友 因为我们自己 其实节目的受众里面 是有一些淺皇友 那淺皇友当然是投回皇友 我建议他们 是不是 我这样说 就是非建制 是啊 其实你说是否完全是非建制 其实说真的他是忠诚反对派 他现在有一个新的用词 盧文端就是 他说 不单止要体验在参选过程 更加要在结果上面 只有选出的议员有适当数量的非建制派 才可以说是真正落实中央的要求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去做的 即是如果 皇友的话 你觉得 那有没有人投票关我鬼事吗 即是 我也不同意这个选举制度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完全不参与的话 就更加没有运行的 大家是 即是如果你想有运行的话 其实就要参与 其实留在这里做的人 比走了去的人 是难很多的 他们现在出来选那帮人 基本上千呼所指 其实是很麻烦的 咸虾撑就极了那帮外国者自港和建制派挂钩 其实有一帮人是想事想歪了 想歪了 tmqhk就说用心听就会发现 芒向六指都爱国爱港 那些假男真王的话 只不过是正棍安插在芒向的罪名 其实是 梅拉你那区 我们会迟些会再做节目的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 一天就出一次选举 可能现在要赶快一点 要做快一点的 我们会 准快在选举前做完 是啊 一定会在选举前做完 明天我和台仰就 抽多点时间 因为其实做选举节目 都是需要时间去看一看一些东西 而且是 其实做选举节目的 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实做选举节目 那 艾品张又很难说服黄友去投票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应该叫那些候选人 去洗一下房子 他们要去做一下这些工作 他们不做这些工作是不行的 其实是 ScienceCH台阳 麻烦你读一读他的留言 网上声大大 一定没有放埋 21票不投 激进派 说得非常之好 大家帮友都很记得我这句 激进建制派很大件 那些激进建制派很好 天气不好 真的不好 这些激进建制派是瘋的 你让他进去 其实又令到香港拖多四年 没有办法向前走 我们要的是 温和的 无论他是非建制 或者建制都好 都是要温和务实的人 不是要一些声大大的人 没有用的 声大大的人 如果你声大大的人 就继续去做视频 出YouTube影片 没问题的 我觉得 但你不要进到议会 又在里面又声大大 在议会里面声大大 然后拿回那些 在议会说的东西 当成自己的节目 放上YouTube 现在有些激进友就是这样做的 芒果都黄毓民 第一个就是黄毓民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是第一个 就是把议会说 展成视频 放上网再做宣传 对的 就是节目用的 自己节目用的 哈哈哈哈 这个人 做节目的时候 有一半时间是播这些视频 哇 议会挺厉害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神奇火 很危险的 声大大的人 千万不能再进去 你多喜欢他们也好 今次 忍一下 可能有些人 都可能喜欢这些激进派 因为看到他们的视频多 不要紧 如果你想他继续 在YouTube上说话 千万不要让他 选都让他进去 不然他会出少很多视频 哈哈哈哈 没错了 还有就是 Man 依峰他问 九龙东选谁好 请指点 谢谢 其实我们已经说了 九龙东 是 你回去听我们九龙东的节目 因为我们 是已经做了节目 讲九龙东 你可以回去 望向编辑部 看 不是在正向部 如果你只听正向部 你就会有少少东西 错过了 那一节 不要紧 九龙东 我们告诉你 2021 1211C 九龙东大运战 邓家彪 颜文宇 陈俊鸿 胡建华 李嘉欣 就是九龙东大运战 哦 有五个 李嘉欣 我记得 和某港姐 同名同姓 哈哈哈哈 是啊 你自己回去 听一听就知道 Tim哥HK 就说某太太那次很棒 未听多少人 阿里斯丁就说 我有朋友说清一色不投票 有其他候选人的 你看一下其他那些 其实他说清一色 其实没有清一色的 现在 老实说 已经是留了空位 让你继续走 当然 因为你们一开始说得太厉害 就抽了嘛 要35加 35加 就是没有安全线而已 就是 中央很难接受这件事情 就是安全线没有了 很危险 其实大家要明白 就是你玩政治 是有少少拉扯的 你就不能够一边赢 如果一边赢完 就变成了灵和游戏 就不是政治 政治从来都不是灵和游戏 所以灵和游戏就变成了弹内战 其实一个地方就是这样 如果你去到玩灵和游戏的时候 就像刚才那些人说 我买Korlun买Purlun Korlun Purlun那些就是灵和游戏 就是你不要把金融市场上面的东西 把它放到政治那里 不是这样的 政治不是这样玩的 不是灵和游戏 政治如果是这样玩 大家都没有运行 灵和游戏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政治也不是这样的 灵和游戏到最后双输 大家都没有做数 是的 多谢李宗理的支持 潘太嗨是不是已经介绍了新界北 没有 新界北会做的 现在我们其实 要说回我们立法会选举那里 其实只是做了一二三四个区 其实还有六个区还没做 我们要赶得及 选举日之前做完所有节目 就要每天出两节 我跟台上说了 应该没问题 我们是会尽快录 其实录东西很辛苦 做直播其实也辛苦 但是录东西我自己觉得更辛苦 因为要抽些时间 不是那么容易抽得到的 希望大家会支持 因为如果我们努力做的 都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给朋友听一听 尤其是我们的节目很多时候 说真的 比较温和的 黄友都可以听 黄友不是不听 当然黄友会说 怎么搞错 你帮共产党说好话 不是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要看看社会是怎样的 社会从来都是有不同的人 你要记住 你不能够 一定要赢完 为什么他们搞了什么 35格 其实就是他们那群人要赢完 实际上是不行的 在香港这种社会 根本没可能这样搞的 有时候看到一些人 我觉得很不开心就是这样 因为要记住 夏宝龙其实是说过的 新选举制度 是确保爱国者治港 但是要有公平的 就是 优势在这里 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其实要让人感觉到是公平 如果一个 所谓的非建制派的人都不在这里 那就难搞很多 如果他们的忠诚反对派 如果一个都没有 那也都是 不太看的 你没有一个反对意见 在议会 就做不到一个 在对议题上做一个辩论 你的意思就是 你辩论很简单 必须要有正和反方 全部都是正方 没有反方 那就不用辩论 议会就废了武功 是吧 所以必须要有些非建制进去 还有最有可能 如果没有一些非建制 或者叫做忠诚反对派在里面 其实最有可能发生的事 就是全部行下一气 狂闹特区政府 因为闹特区政府就有市场 你想想会变成如何 一起闹 其实到最后 忠诚反对派 它会比较靠向支持政府的政策 我认为 它就不会单纯反对 因为你会看到 他们里面也会有些人反对 或者实际情况 最重要的是 有大部分的议员 在里面就会支持政府的施政 如果不是那些忠诚反对派去做 它就会变成 激进建制派去骂政府 激进建制派去骂政府 如果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 就是 其实你见过民主派那边发生什么事 就是所有他们那边的人 都会激进化的 结果就是 因为他们结果就是要抢 view 抢like 抢选票 所以有忠诚反对派 议会是会健康很多的 健康一点 你要看一看实际情况 要健康一点才行 还有当然 盧文端也说 他认同建制阵营 要拿出应有的胸襟和包容 他说一国两制 需要有代表非建制派的支持者的议员 呼吁议会有多元声音的选民 无论过去投给传统泛民的选民 还是建制派的支持者 都可以考虑支持非建制派的候选人 这是盧文端说的 不是我们说的 其实我们只是说了头一句 就是以前投给泛民 你就支持那些忠诚反对派 是不是 选一个来支持 好了 好了 如果 我操钱的看法 如果 你是投建制的 那你就会陷入一个候选人 比较好的那些 就是那些极端人 一票都不要给他们 是 我们说的 台湘又要再说一说口号 总之 哪个是网上声大大 就一定没有货卖 是 飘头激男友 香港有牌售 飘头激进败 香港被活卖 总之 一票不投激进心男友 很重要的 没错 没错 这个是很重要的 节目时间是这样 拜拜